接着来关系的是乡镇世代会的议程 光复乡代会乡镇总质询 今天是来到了最后一天 乡代表们各个是把握机会 轮番上台质询 有的持续追踪质询 另外则是对于部落事务组长的产出 台北朗部落木雕造景维护 设置垃圾转运站的配套措施等议题 深入质询 最后一天的乡镇总质询议程 乡代会主席廖一军 对于台北朗部落木雕造景 疏于维护反倒成为了部落景观独留 提出质询 建议加强维护部落的环境 以及依照社区特色 副主席吴依珍对于部落木场现况发展 相公所是否有效掌握 要求相公所说明 那近年呢 那是年年增加了 另外一项代表中卫之吴绕李正万镇就垃圾转运站 营运后的人力物力配套措施 部落事务组长的产出等议题 轮番上台质询 而为其五天的乡镇总质询 从乡镇建设 产业发展 各族群文化 传承教育 以及社区治安交通 设服乡镇业务的推动 乡代表们理性问证 强力监督 与公所客制主管良好互动 也让议事顺利完成 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民党长团队 专业的背叙 和详细的回答 确保每位代表提出的质询力 都得到了适切的回应 这种合作的精神 支持是我们将这事物 顺利运作的方件 也体现了我们 共同为民众 扶持而努力的决心 其他未来 如果我们也会和谐 共同努力 争取经费 争取建设 希望公所能够继续保持 积极的快度 让我们共互相继续着創 为居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这会许真的谢谢我们 这个代表 乡长赶佩 相待会对于乡镇业务的指教与建议 林心水也肯定表示 所会更好才是逛富乡前进的动力 记者石一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乡长赶佩 使用 决心水也肯定呼 service 区